1971年8月2日 197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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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韩国国内在行动过程中 这一些刺客一个个都非常谨慎 他们在被派出来之前 就经过了许多的专业训练 这也是防止韩国这边提前知道 他们一路杀到了青瓦台 青瓦台当时和总统府的距离相当的接近 不过由于韩国军警 这边也提前做了功夫 他们知道朝鲜这边绝对不会让自己好过 所以很快也发现了这些刺客的身份 韩国的这些军队 立马就对他们进行了拦截 当时31个刺客里边 有30个全都被韩国给抓住了 韩国在抓住他们之后 对他们进行了非人般的折磨 等到折磨之后就直接把他们给击毙了 当时只有一个人活着逃回了朝鲜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 当时的朝鲜对韩国是非常无法容忍了 这也让两个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韩国民间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格外的生气 觉得朝鲜实在是太不把他们给放在眼里了 一个个都在国内搞游行 说让韩国这边一定要示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希 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现在人民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如果复仇真的能够成功的话 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也能够蹭蹭蹭地上涨 于是他下令向军方发起了自己的复仇任务 他这边开始东施笑评 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国防部 表示自己有想法组建一个刺杀部队 这一个刺杀部队的人数和朝鲜 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他也把目标放在了朝鲜总统金日成身上 他觉得只要把金日成给拿下的话 朝鲜的发展肯定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但当时的韩国忽略了一个点 那就是他和朝鲜的位置势力都不一样 他们想要从非军市区走过去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朝鲜这边把这个地方盯得相当的死 所以他们的刺杀部队压根就不可能走得过去 这些人想要到达朝鲜的话 就只能乘坐飞行器 但是乘坐飞行器就会被人们给发现 经过思考之后 韩国国防部这边又做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直接派热气球去往朝鲜地区 等到到达朝鲜上空的时候 这些人直接从上面跳下去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计划光是听起来 就觉得是天方夜谭 而且这个热气球又怎么能确定 今日成的 说明了 你让这些热气球看着 你会见过 又走得不可能我 不得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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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开 这些热气球就会有点灯的 这些热气球是一个热气球 就位于远挞啦 所以把这些热气球が 看着你很辛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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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